第十九屆杭州亚运会圆满门 有线欢樊集团作为盛事的香港独家转播商 全力为市民直击各大赛事 创下开TV77台开台以来最高收市纪录 一班运动员届日前出席有线的庆功宴之后 那天又浩浩荡荡到沙田马场出席活动 中国香港代表团今屆狂送53面奖牌 获马会发放合共3,250万元奖金以作鼓励 当中勇奪男子花剑金牌的香港剑神张家朗 就分享心情和讲一下未来目标 很开心可以在航渣运有很好的成绩 其实对我们来说对温队员来说 都是一个很好的鼓励 值得由我们这么辛苦去比赛 去获得好成绩的时候 有些奖励是一件其实很开心的事 勤励目标希望是拿到奥运的入场券 我们就因为赛制是一个季度计算的 季度就开始了 然后就到4月 希望可以争到奥运 刚刚提到就说我会换一些器材 会不会立即要一些奖金 就是向最近的目标进化 现在都会当然希望是将一些钱 可能首先是存起它 但是可能运动上要用的话 都会这是首要的 至于在亚运单车项目集齐金、银、铜牌 现年30岁的杨善玉心情兴奋 未知在拍档李思荣的说服下 他会不会改变退役的决定呢 你的决定是否可以 还是没决定 没有 我一直 我现在还觉得 还算是很坚定 就是想法目前还没有改变 当然 CZ是肯定希望和我一起去冲击巴黎 我感觉我有点有心无力的感觉 对 我会一直跟他说 就是他刚才说自己觉得有心无力 但是他读完美术也是这么说 但是他最后功努都是拿了冠军 所以其实有心无力都是假的 其实 你去到比赛的时候就发挥到的 你都说 都会想想 你之后的活动 现在不是奥运都是一个 都想去的一件事吗 没想到这些数 因为其实 奥运冲击对我来说 我是没有那么大 就是没有那么大吸引力 反而我是 我对于今阎的亚运会比较体重一点 但是现在给完了 那之后怎么去安排普处 我还没坏一个很百分百的决定 其实单车队代表梁家瑜 在今届的场地单车男子全能赛取得银牌 是他手面亚运个人项目奖牌 自然意义深远 另外 这日大会开放给市民入场 等大家一睹运动员的风采 赛艇手黄伟章和林新栋 还有跳远女将余艾欣都表示很开心 很开心见到现在有这么多市民 都很支持香港的运动员 还有见到真的很多人有入场来 就是跟运动员拍照 selfie 都觉得是很热闹 这么多人支持我们 其实都有种 好像将那份开心可以带给大家 还有得到大家的肯定 那我们自己内心就会更加 更加 更加高兴 你怎样运用这笔掌 这样的奋斗 暂时未想到 拿来跟家人吃顿饭